古今盡愛 酒色才氣 聲色短馬 愛恨情愁 西成故事 主持 沈西成 莫玉文 今天又到我們講話的時候 近日我們香港 每個人都說文化沙漠 又不是可以說是百分之一百的 最近一段短日子裡面 都有我們兩位香港的作家 得到台灣的文學獎 無巧不成說 兩個都是成董的 一個叫董喬 一個也是成董的 董喬就得過升軍貢獻獎 表彰他在散民上的成就 得到升軍貢獻獎的人 大多數是跟台灣關係的 董喬先生曾經在成功大學 讀完本科 然後去了英國倫敦進修 所以基本上跟台灣是有些淵源的 他得過獎 我個人的看法是四個字 實至名歸 真是實至名歸 因為董喬的散文已經自成一格 就不是人人可以寫得出來 他的散文呢 講的文字呢 是非常之優美 營練 而飄逸 人家都說寫文章 不要用長句 但是董喬文章呢 有很多長句 用得好 善用長句 你看上去不會覺得類罪 讀不通 相反有些某些得獎的作家 他的長句 通常看到人眼光光 要讀幾次才讀得明白 所以我經常說 長句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用得其所 以及你的文字 可以加餘到他 你的散文 就是說呢 變成你的文字功力 到不到家 如果你的文字不到家呢 就你寫長句 很容易作品 記得我們小時候 作文 持有讀書 English Composition 即是英文作文 我們的神父 father Coughlin 女女advise我們 即是警告我們 警告我們 儘量用simple sentence 少用adjective 我們不明白 文章有形容詞 好看嘛 他說不是 精聯的英文 是很simple的 如果你們讀過 美國作家 海明威 你就知道了 這樣 我們才知道 用adjective 都不是男 只要你塗字典 你將adjective 放進去 你可以說 very beautiful woman attractive 已經可以了 但是你要wight very beautiful attractive sexy woman 有時候已經形容得大 其實逃不開 一個beautiful 兩個字 所以說 經常叫我們用simple sentence 又學英文 千萬不要花巧 就經常認為我長一點 我要讀James Joyce 那些 這樣才是好的英文 其實好的英文 我覺得 有些外國的professor跟我講 儘量簡單 達二 之後你才會講 如何善用educate 但是用這個形容詞 都合如其分 不可以過火 等你吃東西 吃到飽還塞進去 就吐出來 文字都是這樣 董喬他用長句 當然不是全部長句 但是長句 你明白 非常之好 還有它的韻味 當作家的文章寫出韻味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文豪 或者大作家 但是 一定是非常優秀的作家 這就是肯定 是不是文豪 是不是大作家 見仁見智 起碼 它的水平要超乎合格的作家 起碼是excellent writer 是吧 你說 強於我們老順先生 大文學得關 但是它的習文 的文字 其實呢 是有很多沙石 指出呢 老順先生的文字有沙石 就不是深西城 我沒有那麼厲害 就已經是過世的 你們台灣的文人 蔡子李浩先生 他生前呢 兩三年呢 曾經在鳳凰電視台做過 一個節目 專門以他 是主角講了話 他曾經不演其犯 不演其唱 指出老順的責問 不是你們想像之中的禽證 是不值得呢 你們去讀 以及不值得去提倡 那麼 空口講白話 沒有用的喔 你知道我們 李大師呢 罵得你莫玉民的呢 莫玉民的呢 他一定有根有據的 他不會空口講白話 有很多人批評 你不行 但是他只有把口講 他真的言不動 他是把老順的責問 通過螢光幕 打出來 二樓用紅筆圈著他 哪裏哪裏是不妥呢 我對這些事物 很有興趣 那時候我記得我太太 還陪我看 她說 喂 老公你這麼傻膽 居然看李奧 說我們老順的文字都有沙寫 我跟我太太說 世界上呢 最不好一樣東西 面對權威 你就覺得他呢 是一種雕像 巨像 不會退 或者是無下可擊 不可能 一定有缺點 只不過在問題 缺點多不多 一個作家都是這樣 他寫的東西一定有缺點 只是好的作家 缺點少些 不合格的呢 作家就滿子都是缺點 那等於呢 我記得呢 我朋友 過生日年馬士 奸兵士說 他說 跑馬 就不是跑隻馬 是跑 出錯 多於少 換言之 大家兩隻馬 實力相等呢 在於騎士要騎的時候 比賽有沒有出錯 文章都是 作家不會perfect 最厲害的巨像 都會有沙石 問題 沙石多餘 和少 原來呢 我們老順先生 真是幾多 這個沙石的 這樣 我們李毫先生 一筆筆筆筆出來 我看 以前呢 我對李毫先生 都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也沒有什麼惡感 通過這個節目呢 我真是有些佩服李毫 雖然他抗暗 但是他不會不復 因為權威 他需要面對老師 胡適 他都夠膽挨揚 你說他呢 想出風頭 但是他出得其所 他有根據 等於黃沙先生 罵金庸 你又沒有根據 他又有根據寫出來 哪裏不妥 就不到你不服 那他挑剔 那老順的文字又沙石了 真是對 沒錯 但是呢 我又要為老順先生的辯解了 在那個年代 他的年代 白話文未成熟 由古文轉過白話文 那你的白話文一定是有些少呢 夾查了文言 加上老順先生的日本讀書 做翻譯工作呢 不免支援了從外國文章 日本文或者英文翻譯過來的筆法 變成了文言 所以 翻譯文字 加上不成熟的白話 混在一起 當然 不可能呢 跟成熟的白話文相比 但同一樣東西呢 又要說 你寫贊文 同一個時代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盧順 一個就是梁實秋 但我看實秋先生呢 寫白話文呢 就沒有這些毛病 即是又 遠遠比 老順先生少 這個為什麼呢 所以老順先生呢 寫小說 短篇 就好過他的習文 他的習文呢 最厲害是跟別人辯論 但如果你學他的筆法去寫呢 第一 你學不到第二 沒有必要學 我認為 在散文文字 基本要學習呢 以我們五四的文壇來說呢 都是以梁實秋先生 為第一 你學他 就沒有學壞筆 你學老順 劃苦成反類犬 知道嗎 就不學不到的 周作人老師是好東西 但他的文字呢 有時候都會有少少讀下去 咬口的 只有梁實秋先生 沒有這些毛病 所以梁實秋呢 堪稱為我們 五四以來中國 的作家當中 寫散文集文 是第一人 當然有人反對的 但大部分人贊成的 那麼我們 董喬先生 得到聲文獎 十字名歸 另一位董先生呢 得獎呢 就引起很多人的評論 這位董啟章先生呢 都是年輕的 都是一個文人 因為香港呢 就很有文名 有好些部分人呢 很推許他 甚至呢 在我Facebook那裏 又說呢 他讀香港 讀一無二的純文學小說家 寫長篇小說的 這樣 我看了以後呢 我首先要說一件事 我對董先生 理解都不是很多 不敢妄於自憑 但對那位Facebook的朋友說 唯一一個純文學作家 寫長篇小說呢 這個不是評論 董先生 好與壞的標準 對嗎 文訊文學作家寫長篇 是香港第一人 可能是 是否好呢 有很多廣法 就不是去看 董先生的功力的標準 對嗎 我寫長篇 這個不是 這個不通的 這個不是說 他值得得到 梁實秋文學獎 首先我們講梁實秋 的文學獎 首先要了解 梁實秋先生的本人 他的作品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研究過 有沒有了解過 既然梁實秋先生 文字點押 許惠 中國五四以來 散文的第一人 你得到這個獎 這樣 起碼你的文字的功夫 有得到 如果不是 那你得到這個標準 在哪裏 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你懂了 文章很少看 散文更加沒有什麼 但我不敢說 又行不行 但我聽到這麼多迴響 我敢忍忍覺得有些問題 我不敢說 我會拿去看一看 但我這裏提出 兩位董先生 一個德國星文章 個個都認為實至名歸 獨有呢 小董德獎呢 很多人認為 不以為意 只有少部分的人 認為他實至名歸 反差這麼大 必定有原因 我希望那些粉絲 看這個節目的人 他們有看過大董小董的文章 給我一些意見 我真的不敢評論 但是你說董喬我就敢說 因為我知道他的文字 董契章 我真的很少看 我曾經試過幾年前 在這個商務印書館 人家都提到我 董契章 我看到書架上的書 拿下來 看一看就準備買 我看了幾頁 結果放回上架 就沒有買到 因為我不知道他寫得很容易壞 我沒有辦法定評 只等於我看到高行健 我沒有辦法定評 最近有個朋友跟我說 沈大哥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看高行健 用他的心理去看 他有善味 噢 我羅宋 Oh my god 你真是高人一等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沒有辦法讀下去 因為我膚淺 你這麼厲害 就知道他有靈性 看到下去 那你就高人一等 對不對 我不敢說 但我又勸喻 有很多朋友 不滿 小董得到梁殺抽象 又不必敢介懷 因為 我勸喻 我勸喻 有很多朋友 檢測他 這個作家的作品的水平 不是我的平衛 是普羅的作品 讀者 讀者眼睛的數量 十個人 有百個人讚許你 你不會差別 相反十個人當中 你九個半都說不行 只有半個得署的人 是否可以 我可能不敢說 或者他色點特別高 那九個半人 是蠢的 我又不敢說 總之 我蘇萊 不是很認同 那個評判出來 就是威 即使你包括 日本的戒川隆之處 戒長 戒川隆 都不是個個實至名歸 這個是真 這個是真 對吧 何況梁實秋文學獎 但是 梁實秋先生 是最大的產文家 得到他的獎 的作家 個人認為 你起碼 有這麼少的水平 如果你差很遠 或者他本身的文章 是有他的優點 但是 離題萬丈 即是別人科幻的文學 我是整篇將回看的文學 你要給我獎 即是有點壓迫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看法 問人就不要傷心 只是擺個事實出來 大家討論 這樣 有人在facebook 提出 對小董先生的文字 說他特別的 這樣 當然特別的文字 不是不好 但是特別的 你要入世 你可以出世 你就要入世 如果只是出世 高行健 這樣 我問你現在 有沒有人提高行健的作品 有沒有人去研究他的作品 是嗎 除了大光健三王 大光先生 一直都很佩服他 我認識他 但是他不認識我 為什麼呢 他未成名的時候 七十年代 我們偶然會在新宿那裡碰頭 還有拳田萬治 還有一位曾太郎先生 我們在討論 當時他已經略有名氣 但不好自 現在得到諾貝現在不得了 是一個很好的人 很有靈位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今次很推崇莫言 當然莫言以我的看法 是好過高行健 但是有很多人不滿意 莫言得到諾貝爾 有很多爭論 所以你說如果 這個 魯迅先生 阿Q政選得到諾貝爾 沒有人反對 魯迅寫小說一定好過寫雜文 他得到諾貝爾 沒有人反對 同一原因 如果你頒給沈松文 贊成就多過反對 但是我認為 如果文樂界一個得到 這麼要想的 是引起這麼多反差的想法 這個作品要重新檢定 是有問題的 你不斷覺得諾貝爾一流 千萬不要這麼想 原來有日本朋友跟我說 有一個 Christopher 先生 他是在老大學讀博士的 他說他看過很多得獎的 諾貝爾小說 其實不是你想像的 所以你得到諾貝爾獎 有很多原因 或者你跟那個 平衡委員會 有些交情 他跟上你 就好像戴光劍三浪 力推 獲命推崇 莫言 但是這個不是你真正的價值 你真正的價值 是來自讀者的 所以這一點 如果你說金融不太好 金融不太行 但是不可否認 金融的小說 在很廣大的讀者上 是你反響的 他未必 他未必 受到這個 文洛獎的欣賞 但是無損他 少數的價值 相反你得到 很重要的文洛獎 但是你的作品 在讀者心裡面 是沒有地位的 那你說呢 諾貝爾那十多人 是不是可以包括了 蓋過了 所有的讀者 所有的讀者 都unsegurized 我相信很多讀者 裡面有很多高人 是不是 那個程度 不但不輸給你 諾貝爾的committee 可能超越你 所以我認為作家 你不要去 啊 證如 排得不得獎 諾貝爾 你寫好你的作品 得到廣大讀者的連同 你已經是大問號 即是好似金融號 不需要 像是有沒有得不得獎 相反你的水準不夠 你頒獎給你 引起笑話 董喬得聖文獎 很多人沒有異議 作為他的朋友的沈西成 據他的贊成 包括我的老友 導演吳思源 說實至名歸 小董先生 我不敢說 因為我不是看得過多 但我很奇怪 為何有這麼多反測 今天我和人喝咖啡 看書的人都這樣說 為何他得到糧實秋 你說他得到小雪獎 都不出聲 他怎麼會得到糧實秋 你知道糧實秋 得到的作家 據我所知 是台灣的奇君 女少 是經常都非常之好的 是沒得頂的 唉 我相信 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都會商務買一本 董啟章先生的 隨便來看一看 這樣才是公道的 現在我不是很嚴急 亂吹是不對的 是嗎 OK 一會兒再說